然而03-5型潜艇虽然在速度上 较03-3型有较大突破 但噪音水平不降风声 所以这个美国人就讽刺我们 说我们中国的潜艇是水下拖拉机 什么意思啊 190分倍以上 你只要一动对方就能抓住你 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是比较麻烦的 1982年 时任中国海军司令的刘华清 下令研制新一代常规潜艇 03-9专案的研制计划开始展开 此次研制 中国海军提出的第一大要求就是降噪 相较于03-3型和03-5型采用的常规线型 03-9型潜艇的舰艇采用类滴型 以降低航行阻力及流体噪音 艇尾采用单轴七叶大侧斜螺旋桨 以降低航行噪音 同时03-9型配备了英机82 潜射反舰导弹和长颖一号反舰反潜导弹 可远距离攻击敌方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 提高了作战打击能力 1996年 03-9型潜艇注役后 和03-5型潜艇一起构成 中国常规潜艇部队主力 但彼时的03-5型性能已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为改善这种局面 中国海军批量引进了12艘有海底黑洞之称的俄罗斯基洛级潜艇 同时开始了第三代新型潜艇03-9A的研制工作 整个潜艇的基因能力 还有武器系统这部分 来自基洛级的这种启发和技术 给予解放军海军这些常规潜艇很大的进步 动力系统方面 03-9A采用AIP技术 不依赖空气推进 可在水下为发动机助燃来提供动力支持力 比03-9型潜艇大一倍以上 至少可以在水下航行两到三周 可以说03-9A-B潜艇 让中国常规潜艇的性能 第一次达到了常规潜艇的世界先进水平 可能与俄罗斯的基洛级 这种常规潜艇方面相比 解放军目前的常规潜艇 我认为技术已经没有太大的差距了 更重要就是中国自身造船能力 这种大量批量生产能力 其实远胜于俄罗斯 事实上与日本相比 我认为这也是毫不逊色 在潜艇方面 我认为在常规潜艇这个部分 解放军是已达到一个很好的指标 但是目前比较具下风的 那就是核动力潜艇这个部分 这一方面与俄罗斯和美国 其实差距是很大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凤凰秀APP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